大家好,今天继续带大家探索年度黑马神剧复仇吧第二集的内容 上集说到新书发布会隔天海拉莫名在酒店醒来,然后被爆出婚内出轨的丑闻 海拉不甘心不明不白身败名裂,于是委托小兰查清真相 小兰着手调查海拉出轨的事情,她前往海拉出轨的宾馆,使用手段找到了海拉去宾馆开房的视频,出轨似乎却有歧视 不过经过分析后,小兰认为海拉出轨其实是她丈夫李哥设的局 在她的提醒下,海拉想起了自己在家里与丈夫李哥争吵的情景 李哥自己出轨,想跟海拉离婚,为了避免身败名裂,于是她设了局引诱海拉上当受骗,造成了海拉出轨的假象 从而就可以顺理成章的离婚,丝毫不会影响自己半分 画面一转,本集开始于一段往事重现,学生时代的海拉因为妈妈患病没有收入,经常四处流浪,年纪轻轻就要赚钱养家 她为了给妈妈看病,去向老板预支工资,看似好心的老板实际图谋不轨 好在海拉勇敢的从老板手下逃走,还报警惩治了坏人,从小她就信奉有仇必报的原则 回忆结束,坐在车上的海拉眼中杀意腾腾 根据小兰的调查结果,阿诚是个潦倒的穷小子 在海拉出事后,却能多次进出高端场所消费,很显然她发了一笔小财 然后海拉从阿强的社交账号里,看到了当初胖揍阿诚的高利贷人员 她越发相信自己掉进了一个巨大的陷阱 小兰把海拉留在车里,她则前往阿诚鬼混的酒吧抓人 骂妙的舞姿让小兰很快成了整个酒吧最亮的妹 阿森锁定了这个新猎物,上前勾搭,没想到小兰直接回了她一个吻 她将事先藏在嘴里的药物,过渡到阿诚口中 谎称这是能让人兴奋的东西 阿神也没怀疑直接吞了下去,直接中招失去意识被小兰带走 刑讯逼供这种事,小兰很擅长,迫于这个女魔头的淫威 阿诚没两下就招供了,她在李哥的授意下,导演了一出大姐姐出轨小鲜肉的戏码 两人什么都没有发生 真相大白,海拉现身,她的复仇进入倒计时 隔天,小兰潜入李哥住的酒店 她找了一间住客刚退房的房间 假装丢钱包的住客回来找东西 在狭小的空间内偷走清洁人员身上的万能房卡 紧接着万能房卡进入李哥房间,手脚麻利的在电视盒子上安装微型探头 这期间李哥突然回房间,小兰赶紧躲了起来 结果手机的震动声,还是惊动了李哥 眼看小兰马上就要暴露 千军一发之际,清洁人员操作吸尘器的声音,转移了李哥的注意 就这样,小兰有惊无险的完成任务 另一边海拉看着视频里假惺惺的李哥,充满了痛苦 他清晰的记得,这个男人只在人前是好丈夫,人后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魔 不久之后,小兰回到侦探社,他发现楼上搬来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当下也没往心里去,急匆匆去给海拉汇报好消息 陷阱已经不好,现在只等收网 海拉开始了他轰轰烈烈的复仇 他在自己的直播频道,播出了李哥和金姐的私情 同时还公开了审讯阿诚的录音,李哥的人设全面崩塌 他为了离婚,故人毁掉海拉的阴谋大白天下 这一夜,各路娱乐小编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加班出新闻 情妇金姐更被挖出是一个超级富二代 小兰看着网上层出不穷的报道,感慨到这场游戏午夜前就能结束了 此刻,外面的世界已经炸锅了 不知情的李哥还在和金姐温存 下属金市长频频打来电话,他也没接,金市长灵机一动,换了秘书的电话继续打 这是金姐提醒李哥,可能真的有急事 他这才接起电话,知道了令他五雷轰顶的糟糕处境 隔天,女儿金姐的桃色新闻,传到了老金耳朵里 这个身形酷似马东西的猛男企业家,发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声 紧接着,老金来到金姐办公室做客,前半程只聊工作不聊风月 一度表示准备退休,把产业交接给女儿 没想到老金突然话锋一转,隐晦的提起女儿不妙的处境 金姐连忙表示新闻里被拍到的女人,只是和她长得很像 老金听罢再次发出了让人害怕的笑声 临走时她更是留下了意味深长的话,谢谢你泡的茶,但是不合我胃口,这味道太淡了 老金走后,金姐瞬间变脸恶狠狠说道,这个老狐狸 这时李哥打来电话,金姐把他骂得狗血淋头,指责李哥自作主张对付海拉,留下了巨大隐患 言语间一直在警告李哥,别把他牵扯进去 李哥的噩梦正式开始,先前海拉遭受过的一切,全部报应到她身上,被记者围追堵截 被砸臭鸡蛋,暴怒的李哥已经失去理智,骂骂咧咧跟市长起诉记者 金市长劝她冷静,当下因为李哥的人设崩塌 合作方纷纷提出解约和赔偿要求,有一堆是要忙 但李哥还是不依不挠,她要起诉海拉,亲手把妻子送进监狱 夜里,海拉拒绝了小兰潜逃国外的建议 她准备和渣男全力以赴斗下去,就算最后斗输了去坐牢,她也不后悔 唯一放不下的,就是国外的儿子嘉文 毕竟一个有钱科的妈妈,多少会影响到儿子 聊到儿子,海拉想起母子俩经历过的噩梦 暴力的李哥曾无数次叫嚣要杀了他们 小兰听到这里非常感慨,她知道海拉接下来的收入情况会很不乐观 所以将海拉之前付的报酬还了回去,只留下带在手上的事物 这场复仇让小兰也很过瘾 她重新找到了这份工作的意义 对方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海拉也不好再推迟 但她还是很担心会不会牵连到小兰 别看小兰大大咧咧,实际做事却很严谨 先前去酒店潜入李哥房间 她联系了在酒店工作的小老妹帮忙 小老妹得知目标是超级渣男,非常上心 给酒店监控做了手脚,腾出了十分钟的空白期 从头到尾小兰就没留下被拍到的痕迹 得知这个情况,海拉和小兰哈哈大笑,说不出的畅快过瘾 喝完酒回考试院的路上,海拉看到敏俊一直网售饭机,反复塞钱被退回的动作 她好心的提醒这个陌生人,这个贩售机不能收一万元面额 敏俊自称没有零钱非常头疼 海拉健壮送了敏俊五百元,并表示自己今天经历的差不多价值五百元的好运 这钱不用还了,结果乐极生悲,海拉刚回到考试院楼下,遇到了警察,他被带去了警局 里哥的律师准备了一堆罪名,恨不得将他关到天荒地老 这时敏俊突然带着小白杀到,他自称是海拉的律师 并且搞到了里哥散播虚假信息陷害海拉的证据 其中还包括里哥向海拉注射精神药物,涉及机毒问题 逼得里哥的律师见形势逆转,气得差点也想给自己找个律师 海拉暂时逃过一劫,他很不解,眼前的陌生人为什么要帮自己 敏俊解释道,刚刚在自动贩售机边上,他的咖啡饮上来了 敏俊就当用帮海拉偿还对方五百元的善意 敏俊的出手相助显然另有原因,但当下海拉焦头烂额,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由敏俊护送着突破文讯而来的记者包围 最终抵达了毛利侦探社楼下 海拉这才知道,敏俊的律师事务所,竟然就开在楼上 之后,敏俊向海拉提出了一个委托 他曾因为弱小而饱受委屈,为了变强大,拼命赚钱成为律师 但在这个过程中,不免遇到了很多有钱的坏家伙 要帮这群坏家伙辩护 需要在法庭上击败被害者 敏俊深知法律的局限性 因此委托海拉继续那个以复仇为主题的视频频道 帮助那些被害者,而敏俊将在背后全力支持 海拉陷入了沉思 海拉把这个情况带给了小兰 后者觉得非常荒唐 敏俊一边收着被告的钱 一边又在默默帮助原告 海拉也非常困惑 正当她想回考试院再想想时 小兰又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先前小兰喝完酒一油未尽 想去找海拉 结果发现考试院被记者围得水泄不通 上楼后 小兰自称是海拉的姐姐 包租婆连忙将海拉的行李和房租给她 拜托小兰让海拉赶快搬走 别再影响这里的生意 好在热心肠的小兰 又给海拉安排了一个新住处 画面一转 海拉的新生活开始的并不顺畅 她搞出的大新闻导致李哥参与的几档节目被停 电视台损失惨重 这段时间内是不可能再启用她了 好在她还有最后的温暖 远在国外但很关心妈妈的儿子加文 就算为了儿子海拉也想振作起来 这时她又收到警局通知 敏俊确实神通广大 竟然连检察官那边都打电到位 让李哥撤销了所有的控诉 受人恩惠千年计 但海拉还是下不了决心接受敏俊的委托 犹豫再三 她希望对方再给一些时间考虑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一大波麻烦再次找上海拉 海拉接到电视台的晚辈电话爆料 气势汹汹杀到电视台本部长的办公室 气势汹汹的表示要申请禁止播出 这里禁止播出的似乎是一档和海拉有关的节目 得到消息的敏俊 决定按兵不动 为了让海拉成为帮她实现计划的猎人 这都是必须的试炼 画面一转回到敏俊大量采购海拉新书单当晚 亲手将一本又一本书扔进的火焰中 这部复仇吧 可以说是一部相当惊艳的韩剧了 从女主被丈夫陷害出轨 到女主崛起复仇节奏飞快 看点十足 而且不知不觉中加入了大量悬念 让人费心烧脑 例如这个神秘的陌生律师 敏俊的真实立场 老金和金姐的离奇妇女关系 渣男李各被私后 还是否会升华复出等 那么之后这些人物的故事 将要怎样讲述 手撕渣男的女主 是否会成为敏俊的猎人 下集我们再见 男朋友们下集合 大量楼下集合 三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